輸出,輸出什麼呢,輸出i0.j,這是輸出,等於什麼呢,空置串就可以了 就是上面呢,有沒有,就跟剛剛那個邏輯一樣 那兩個條件,這個,或這個,就是小於1,或者是大於L3的 就是輸出什麼,空置串,對不對 那反織嘛,反織enter enter之後的話,請你再按一個back 因為它是跟if同一接的,所以,你應該了解 因為說牌,我習慣這樣,寫作程式會看起來比較漂亮 那反織在那個VBA裡面叫else,else,這就是反織 反織做什麼呢,反織就是把剛剛的東西輸出就正確了 有沒有,剛剛的結果嘛,我沒有動 所以剛剛的結果只是寫在哪裡,else裡面 那上面會多三行 那最後特別注意喔,如果我說你最後呢,有if的話呢 一定要有什麼,and if and if 這樣就結束了 所以如果以後呢,各位再使用if來判斷的話 它的基本結構呢,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這樣子 一定是有一個if 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呢,一定是一個if 然後中間可以有個判斷,有判斷或沒判斷都可以 then,然後反織else,and if 但是,也有可能不用else啦 因為你判斷if一次就好了 那也可以,有的時候呢,這個else呢,可以不要 但是呢,if,then,and if,一定要有 那這個是寫程式的基本的規則 你就把規則記下來的話 以後就會寫程式了 那